2022年夏季的异常高温天气又再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那便是不断的太排放所加重的全球温室效应 给全球带来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根据统计从20世纪开始 全球海平面已经平均上升了10到20厘米 而且仍在不断加剧 2005年至2010年 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2.3毫米 而这一数据在2013到2021年之间上升为平均每年4.5毫米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 众多的岛国都深陷被海水淹没的风险之中 不过对于大的岛屿来说 即使忧患重重 但是没有极客的危险 而太平洋上的众多的小岛国却感受更加深刻 其中体会最深刻的便是世界第四小国图瓦卢 它也是世界第二小的岛国 其面积比世界第一小岛国脑鲁大一些 可是同为太平洋岛国的图瓦卢和脑鲁地势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脑鲁的最高海拔可达61米 而图瓦卢的海拔高度最高只有4.5米 这意味着稍微大一点的海浪便会轻易掀翻这个国家 因为级别在5级的大浪 浪高就可以达到4米多 图瓦卢也曾试图通过在岛屿沿海 累计水泥墙等方式对抗全球海平面上升 但最终在2001年的图瓦卢的国家领导人还是宣布行动失败 比计划将该国国民全部撤离 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海水的热膨胀效应 另一个是全球气温升高 导致南北级的冰川融化 不过不管是哪个原因都与全球气候变暖相关 加强全球气候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 而图瓦卢之所以比其他岛屿国家更加容易受到威胁 并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被海水淹没的国家 还主要和其自身的环境因素有关 这也让图瓦卢人更加羡慕中国的第一大物博 产生了想要迁移中国的想法 不过目前图瓦卢人还是以迁往最近的大岛屿国家新西兰为主 图瓦卢将成世界上第一个被淹没的国家 除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还与其地理环境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图瓦卢位于中泰平洋偏南部 这里也是众多群岛的汇聚之地 图瓦卢是一个群岛国家 图瓦卢群岛总共涵盖9个环形的珊瑚岛 散布在13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 南北直接距离跨度更是长达560公里 但总陆地的总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 基于相当于我国一个小县城大小 虽然面积小 不过好在人口也不多 9个岛屿上有8个可以住人 全国人口总共只有1.1万多人 从人口上来看 还不如我国的一个乡镇人口多 其中较大的一个岛屿 富纳富提上 居住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也是图瓦卢的首都和政治交通中心 岛上设有一个机场 也是图瓦卢唯一的机场 富纳富提其实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岛屿 而是由35个相邻近的小珊瑚岛礁组成 图瓦卢的全部9个岛屿 都基本是这样的珊瑚岛礁组成形式 而这就造成了整个图瓦卢 所有岛屿的一个通病 便是地势迪洼 因为珊瑚岛礁的形成 并不像地壳板块的运动大张大合 而是通过珊瑚虫千万年来 不断的聚集和繁衍生息 其分泌出的石灰质外壳 在死后不断沉积形成的珊瑚岛礁 所以一般地势都比较平寒 有的甚至位于海平面以下 这一点从我国南海的美激礁就可以看出 在没有大规模天海造岛之前 美激礁没有露出海面的部分 而且这类珊瑚礁往往会形成中间是细湖 周围一圈宅宅岛屿陆地 这也就让岛礁在面对海水升高的清晰时 缺乏向内的纵深 抵御海水的能力自然也就削弱许多 出此之外图瓦卢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 全年分为汉雨两季 降雨量十分不均衡 11月份到第二年2月的雨季 平均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 我国海南岛年平均降水量也就在1600毫米 而且雨季时间也更长 有5到6个月 降水也更加分散 所以一旦雨季来临 短时间骤降的大量降雨 使得图瓦卢成为泽国 加这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整个图瓦卢几乎就像生活在水上一样 大部分民众都是汤水出门 图瓦将被海水淹没 成为第一个被大海淹没的国家 目前正在向新西兰搬迁 那为何又说中国是其最理想的搬迁国呢 从2001年图瓦卢领导人发表声明要举国搬迁以来 图瓦卢主要的迁移对象国是新西兰 图瓦卢也从新西兰达成协议 每年按计划分配 向新西兰进行人口迁移 不过在大洋洲除了新西兰更大的国家 便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一直是地广人性 有着更加广袤的土地 却拒绝了图瓦卢的搬迁请求 以图瓦卢的首都富纳富提为起点 距离最近的飞机和美属萨摩亚 直线都在1000公里左右 不过这俩地也都是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家 并没有多余的土地和资源 而周边的汤加基里巴斯等更是自身难保 相比这下从首都纳富大提到 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布里斯班 直线距离在3500公里左右 到新西兰的惠林顿 直线距离则要3600公里以上 不过这也是图瓦卢最优的选择 毕竟迁移到其他小岛上 即使他国同意 也将面临资源短缺 发展受限的问题 图瓦罗即使没有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也很难示意人类居住 整个图瓦罗的岛屿上没有淡水资源 尽管降雨量大 但无法存水蓄水 饮水多数依靠进口 而岛上土地更是平息 几乎无法种植任何作物 主要的植被便是热带的椰子树 同时缺少矿产资源 没有任何可开发价值 所以除了捕鱼维生 就只有卖椰子干 以及你想不到的发行邮票出口赚钱 除此之外 更多的便是依靠国外援助 所以图瓦罗举国搬迁 也不是为一种因火得福 不过相比于新西兰 图瓦人心目中理想的 迁移国度竟是中国 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毕竟中国地缘广阔 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 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地方 不过从图瓦罗到中国 东南沿海 最近要8000公里以上 这么远的距离实在不实际 而新西兰则是最佳的选择 首先同为太平洋岛国 不仅在距离上相对较近 在气候条件上也比较接近 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差距都不会太大 其次同为英联邦国家 在行政制度法律法规上 都有相同性 可以使得迁移的人生活更加适应 但是谁不希望 更能留在自己的祖国生活 也希望你全球气候问题 能被更加重视 让岛国举国迁移的事件 不再发生